我就是我的敌务 我就是我 我就是在这里 我就是在这里 大家好 我是小猪 蛇恋外传的后续篇章又出来了 这一次 猪公产物不要灾 要给其他没有对象的猪找对象了 并且要小拔内 把夫妻之间羞羞的事 传授给其他猪 太有趣了 让我们开始吧 今天的紧急作合会议 迟到三人 秘里 小拔内还有天元 三个人整整齐齐的在门口跪着 先是天元解释道 非常抱歉 乌鸦没有来传达有会议的事情 到今早 才从老婆们那里听说 被叫起来后东西都没拿 就立马来参加了 果然 剩下这么一打凉 刀也没有拿 头发乱糟糟 相比之下 小拔内和秘里的理由就比较牵强了 小拔内说道 我 我们在来这里的途中 看到了美丽的樱花 在欣赏神社的樱花时 遇到了情况危急的老人家 就照顾了他 然后就忙到这个时间 非常抱歉 一旁的秘里也赶紧表态 非常抱歉 咬哉看着他们仨 温和地说道 三人都抬起头吧 不会责怪你们的 等三个人都抬起头 咬哉才慢慢解释道 而且本来就没有派遣 告诉天元的乌鸦 不用出席也可以的哦 阴住惊了 只有我没被叫参加 他心里疑惑 什么情况 不是开会吗 房间里的使命率先问 馆长大人 紧急会议 意思是有什么新的鬼的情报吗 不 不是关于鬼的事情 尤哉笑着说 一旁的杏士郎 忍不住计划 那今天到底 尤哉黄黄地说 今天呢 诺德的房间里 几个住都并排坐好 整整齐齐 坐在最上方的药灾 慢慢悠悠地说道 让有过经验的小吧内 和秘密讲述 结婚的好处 然后大家也跟着二人之后继续 外面的天元听见之后 被惊得站起身 这是什么奇怪的会议啊 他大声惊诧 想结婚的是 听接着 天元大声地说 若是那样的话 比起这些弱鸡 应该让经验丰富的我来讲述 才更有用啊 旁边的秘密和小吧内 似乎是也设想了一下 他们讲结婚的事情 脸皮薄的秘密 脸上浮起羞红 不过要在 不紧不慢地回答天元 是呢 天元会说很多 有意思的故事 但是 天元的结婚形式 有些特殊 大家会很难 共同感受到 你自身的事 被主公这么说 天元确实脸上没有面子 想说什么又欲言又止 后面的小吧内 看着他的模样 想起他的三位妻子 紧接着 天元忽然想起什么 大声说道 若是结婚的事 那为什么石头会在这里 才十四吧 被点名的吴亦郎 面了无辜 还不知道在想什么呢 这么一说 主公要哉 就笑着看向一旁的妻子 我和天鹰在一起 是十三岁的时候 绝对不早 一旁的天元自参行贿 我才十五 要哉看向会里的其他人 一个一个点名过去 以我来看 接着就是和小吧内同岁的石迷吗 石迷 易勇都是二十一岁 易勇 要是也遇到好的伴侣 就好呢 表在顿了好久才说 看来要对易勇 直抱浅薄的希望 一旁的杏手狼了然 拳头敲在手心里 二十岁的他笑着说道 原来如此 是年龄顺序 一旁的天元 看着天真的杏手狼 心里想到 不是不是 完美的忘掉了一个人吧 一旁 已经二十七岁的新鸣 孤独的坐在一边 沉默无声 石迷跪坐着 背影孤独 但是坚实 非常感谢馆长大人 能为我自身考虑 但是很冒昧的是 试着不思考自己的立场 与其沉醉的叹心说爱 我觉得 首先要应该从无散开始 努力灭杀鬼们 也是 对于石迷来说 杀鬼是他人生的头等大事 不灭鬼 何以为佳 不过 易勇则是在一旁 淡淡的说 你是说 馆长大人和天鹰大人 是沉醉于恋爱 才结婚的吗 杀人诛心 石迷马上抱起 全身肌肉骨骤 怒发重关 谁说那种话了 杀了你啊 小子 旁边的武艺郎 也被低头 小声的问 虽然没有考虑过 结婚的事情 会影响锻炼吗 和别人一起生活 我 也是 吴一郎 也是专心训练的人 不禁忍 斤着语气 那个 我觉得这样浪费 今天的依惠时间 我就先 看来也是想说战事了 突然 杀手郎蹦出来 大声说道 就如不死川说的 首先要把鬼 要再看着大家 一门心思在工作上 把食指放在嘴前 做出近身的动作 不管刚刚 有多么反对 或者鼓噪 这时候 所有人都停下 看着那个 身形孱弱的主攻 好啦 今天的视频 就分享到这里啦 下一集 就是一黑小巴内 介绍 和甘露斯密里 一起裸玉的时候 是如何修修的 喜欢鬼灭阵 团人漫画的小伙伴 记得订阅 点赞 加分享哦 爱你们 全新的想法 我们下一个 我会再看着咱们 我们下一个 如果由AE3 不下一个 记得 回想 回想 回想